因為前陣子其實 大家應該也都知道 就是在比賽之前 其實我就有點受傷 回來之後其實一直都有 接受治療 現在算是比較還在復原的階段 醫生其實沒有告訴我說 我就是太仔細的狀況 因為可能也聽不太懂 繼承應該有一半 對 才一半喔 對 我覺得好像很多耶 大概有一半 因為其實回來說 就是狀況不太理想 現在就是看下個禮拜 可不可以就是進入一下 就是有一點強度的訓練 因為要比賽 我其實都沒有想太多 因為就是這個問題是 每一個比賽大家都會問 因為我今年的每一場比賽 其實都是 都是最後一場 對 所以大家得到的答案 應該也都是一樣 就是現在其實我算是在準備 就是衝刺巴黎奧運的階段 所以其實我沒有想那麼多 對我還是都專注在場上 後面的比賽 我當然還是希望 可以去以取得好的排名的位置下去 參加奧運 我相信大家都有在看比賽 所以還是很謝謝大家的加油 然後對我的期許 但是我就是 大家也知道我不會放棄 每一顆球 甚至每一場比賽 但是現在我覺得這個狀況 是需要比較保持健康一點 因為我覺得畢竟後面有更重要的比賽 我要幫粉絲傳遞話給他 因為粉絲都會告訴我說 叫我轉告少代 身體平安健康就好 就是過程 或者是有沒有奪牌 這些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他們只希望看到他 身體健康的完賽 達到最後這樣子 現在先沒有想太多 我想先過一下 就是每天不用被鬧鐘叫醒的生活 這我幫他說 耍廢啊 就是每天睡醒 哇 幾點了 我在哪 我是誰 我說的比較好聽一點 就是不要被鬧鐘叫醒 這是大家的夢想